而且今天那个蔡英文还在你们讲说 谢谢那个友谊长存 有一个Aspen Foundation来台湾 结果前国防部长建议说 台湾应该把那个义务役啊延长到一年 刚那个翁P讲说 妈了我一年前就讲了 台湾人说这是假新闻 现在他当面跟你们讲了 信了吧好不好 你说翁吕中有讲过啊 翁吕中说去年啊 因为这样子 翁吕中不是老是会参加台美的那个国防 闭门会议嘛 他说去年啊 美方的智库就已经讲了 建一年 你们至少要延长到一年 可是台湾这些开会的人 报喜不报忧 他回来不敢讲 就Aspen现在当面跟小英讲 对 结果翁吕中去年就讲了 结果网友洗他说 那你造假啊 你中共同路人 结果现在Aspen就直接跟蔡英文讲 那你看这新闻压不压不 美国给你三件事情要做 我们说拜登为什么说阿富汗你自己国家自己救 你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不帮你 好了美国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告诉你三件事情要做了 那如果这三件事情做不到 是不是美国会不会也是放弃 我们就说这三件事情政治人物根本不敢讲 第一个GDP3%的军购的预算 你要买到还证明你有防卫自己的诚意 这是最简单的要花钱嘛 那花钱大愿不愿花 买一大堆的军购 可是我买这么多还不够 因为现在才2.4 美国希望你买到三块 我们已经史上最多了 但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美国会说韩国2.7% 然后以色列5.4% 差不多8.4% 8.6% 那你台湾2.4%算什么 你要继续再买 像谁买呢 抱歉要跟美国买 然后截断你其他的地方 好没有关系 你说这美国很现实 你要买到三 那你买不到三 美国说你没有防卫决心 美国第二件事情要你做的是 强化后备动员的能力 后备动员 我们的后备叫招点招完真了吗 大家自门心自问啦 当兵的人就知道 你叫招点招是不是像美国国民兵制度 然后完真的 没有 现在美国很积极哦 美国很积极哦 上次来台湾那个坐在轮椅上那个Dogwer Tanny Douglas 伊利洛州的参议员 就是他搞错疫苗变成四百万剂的那一种 对对他搞错疫苗 我只记得这种负面消息 他很积极啊 他在推一个什么 他在推台湾伙伴 台湾伙伴关系法案 这个法案如果推成呢 基本上是美国的国民兵系统 要跟台湾的军方系统做结合 对接 第一啊 你看台湾的反应 台湾政府是说我们再来研究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就说我们欢迎 欢迎对接 因为台湾没有国民兵啊 台湾没有后备 台湾的后备指挥部 去了解台湾的军方的结构 现在金石案等等 后备司令部基本上是没有军队的 所以你去 但是美国看到你的结构 他说你有后备司令部 我们来后备司令部跟国民兵对接 接什么 那个插座根本不一样 接什么呢 好那再来这个部分做不到 美国要台湾征兵啊 要征兵啊 现在四个月回复两年 政治人物敢不敢 敢不敢说 年轻人 不好意思哦 我们这个清美 清美河中 清美抗中 条件是大家回去当兵 敢不敢讲 不敢讲嘛 就是因为不敢讲 所以卡在这里 然后天天在讲说 你不相信美国 你就相信 你就是相信中共 就天天在鬼扯啊 就是二分法 然后把所有的 像朱大像我们这种 我们就是坚持觉得 你台湾 中华民国自己 就是靠自己站起来 你靠别人干嘛 靠别人都是假的 我跟你讲 Xper還有一些东西他要负责任 怎么 因为他是川普任 那个国防部长 嗯 他那个时候所承诺 要卖给台湾的东西 一个一个被拜登砍掉 到底为什么要砍啊 什么 什么直升机也砍我的啦 然后那个 拐拐拐 Excalibur 那个长城155公里榴弹炮 也他妈先给乌克兰 对啊 那为什么不卖给我们呢 然后那个帕拉丁自走炮 对 我刚 然后还有今天宣布的 今天有宣布的 真诚飞弹 AGM-158 也不卖啊 不给了 那这样子你有 F-16有个屁用吗 射不到对岸 是啊 我跟你讲 笑死了 我们原来的那个飞弹 大概只能射80公里 那个真诚飞弹可以射370 对啊 就是你在海峡中线也射到对岸 是啊 不给了 而且刚刚国防部长讲的是 男女都要当一年哦 嗯 不要再 不要再说 我们国防部长有 不是啊 他们我们国防部长都现在 不方便回应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们最后这样讲 台湾如果一直要抗中保台 你就拿出抗中保台的FAR 要有那个样 你没有那个样 你又要 大家又不当兵 然后吗 给我选上一些不当兵的垃圾 在那边当立委 那你要怎么讲抗中保台 我不能接受啊 嗯 我们最后本来要讲这次 我跟你讲 抗中就保不了台啦 不是嘛 你要抗中就赚不了钱啦 不要说抗中保台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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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